哈喽,亲爱的车手,有个好消息,犀利听说最近要举办王牌重庆竞速节,我已经帮你报名了。 放心,重庆的赛道你在王牌竞速里都已经训练过了,一定没问题的。 不过保险起见,我就亲自带你去熟悉熟悉场地吧。 这可是王牌领航员的特权哟。 这次的赛道设立在重庆渝中区,加满游准备出发吧。 第一站,我们来到的是千丝门嘉陵江大桥。 这是赛道山城飞行的起点,也是连接渝中和江北两个主城区重要的过江通道。 地处嘉陵江水道之上,主桥全长为720米,桥面上层为双向四车道城市公路,下层则是双线轨道交通。 这样独特的设计,就算是国内也不多见。 比赛中,车手可以自由选择行驶上层或者下层,通过制空时生成的小喷来超越对手。 闲暇时光,西里也推荐你可以在这桥上一览红崖洞的灯火风光。 驶过大桥,缓缓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第二站目的地,红崖洞。 这是赛道山城飞行主要赛段之一。 红崖洞,以具巴鱼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风貌为主体,因山旧式,沿江而建。 是由吊脚群楼,逛红崖低脆,逛山城老街,品天下美食的好去处。 该赛段,难点在于有高低差的U型弯道,需要谨慎起飘。 狭窄的道路需要避免与其他车辆碰撞,也考验车手的控车能力。 身处在这层层叠叠叠的光芒中,璀璨却又有些虚幻。 真不愧是八地魔幻车身。 穿越虚实交错的奇幻世界,下一站我们来到解放碑。 解放碑,原名抗战胜利技工碑,是全中国唯一的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家纪念碑。 以纪念重庆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。 而现在,解放碑是解放碑中央商务区的代名词。 重庆渔中区的商业就此为中心,是吃喝玩乐的好去处。 这也是赛道山城飞行的中间路段。 在这里,有隐藏进道。 选择从左侧的玻璃架向前方泳池飞驰,就可以直接越过解放碑,节省中间环绕时间。 你可要牢牢记住哦。 悠哉的逛吃时间结束,西里即将带你前往最后一站,魁星楼。 于中区魁星楼,依山势而建,俯瞰嘉陵江,气势非凡,是古代读书人求取文运,既往文章锦绣的地方。 到了魁星楼,也意味着是如赛道山城飞行的末尾了。 这条赛段主要是以直道为主,会有高高低低的地形起伏,需要合理运用小棚和氮气,最好是留有一个大招。 直接开启大招进行加速,一定能一举夺冠。 随着电影《少年的你走红》,很多游客来到魁星楼拍照打卡。 在这趟旅行的尾声,我们不妨也来留个纪念吧。 站在魁星楼前,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气息与魔幻色彩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重庆与中区的魅力吸引住了呢? 记得来王牌尽速找我,但你激情飞食重庆。 还有海量实景赛道,随时随地,领略神州美景,与全球风光。 探索无限的,尽速乐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